30多位成名艺人齐聚一堂 比拼唱跳 还要亲身经历被淘汰的命运 这样的节目要割多年前是很难想象的 但是芒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已经上线了三档 分别是乘风破浪的姐姐一 乘风破浪的姐姐二和披荆斩棘的哥哥 前两季的浪姐被网友们一致认为是过气女艺人再就业总益 虽有调侃意味 但其实不无道理 因为张寒韵 孟佳 王菲菲 陈子彤 李斯丹妮等都是这样的经典 但其实由于浪姐也是一档大型的真人秀 所以有赢家就会有输家 比如第一季的丁当和刘云 以及第二季的陈晓云就是节目中的绝对赢家 如今 哥哥这档节目尽管口碑比前两季浪姐都要好 节目中翻红且被人喜欢的哥哥也更多 甚至不少人觉得多达17个成团还是过少 但该节目依然是有三大输家的 其中一个自毁虔诚的 一个被大量网友指责自私 而另一个则是本就不该参加哥哥这档节目 首先 自毁虔诚的就是霍姓男歌手 霍姓男歌手的人气和国民度其实是很高的 这一点从二公后的首次个人喜爱度排名就能够看出来 他高居第五位 仅次于张志玲 廉成旭 陈晓春和林志炫 究其原因 其一是因为他的代表作 卷珠连 知名度和传唱度都很高 其二则是因为他参加过不少央视的节目 国民认知度这方面展优势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正是因为霍姓男歌手的存在 李成旋部落才能在一宫凭借Yellow拿到第一名的好成绩 毕竟当时李成旋 张琦和李朱贤的人气都是远低于他的 当然 李成旋 张进部落同盟在二宫夺第一 也少了不少霍姓男歌手的人气加持 因为悟空和鞋子特大号这两个表演他都有参与 如果不是因为私生活的原因退赛和退圈 哥哥这档节目应该能帮助霍姓男歌手事业更上一层楼 因为他很可能会占据一个成团位 毕竟他自带人气 唱功确实不错 而且也不排斥跳舞 但可惜的是 霍姓男歌手终究是自毁虔诚了 他算是参加哥哥的33位嘉宾中最大的输家 比赛刚开始就输了 其次被斥责自私的无疑是敖犬 敖犬在参加哥哥之前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内地观众视线里面了 很多人都忘了或者压根不知道他是曾经棒棒糖的一员 但其实 敖犬的棒棒糖经历并不重要 因为即便是8090后 很多人的青春里也并没有棒棒糖 敖犬被指责自私 主要体现在两件事情上 第一件事 二宫选取结束后 敖犬曾主动要求唱被驯服的像的最难部分 而且也是最出彩的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 当时声乐老师曾委婉表达过敖犬唱不了的意思 但是敖犬说自己熟悉一下就好了 但是在熟悉了一下之后 敖犬发现自己果真难以胜任 所以他提出希望和张云龙换部分 但是当时很清醒的严成旭及时出面制止了 因为他认为张云龙适合且练习好了自己的部分 团队中之所以有分工 就是应该各自发挥所长 但是敖犬当时回对严成旭的话 几乎让人难以相信他也曾是偶像团体的一员 因为他说如果谁擅长干什么就得干什么的话 那直接找最会唱的两个把整首歌唱完就好了 何必要分组分词 第二件事 陈辉 欧阳靖部落在二宫时成绩垫底 需要自行商议淘汰三人 但是当时个人喜爱度排名最后一名的敖犬却不动声色 完全没有提自己要主动退出的想法 而是站在旁边眼睁睁地看着陈辉 欧阳靖和刘端端主动退出 因为霍西男歌手的退赛 虽然欧阳靖在三宫就不畏复活了 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对陈辉的影响是很大的 因为他错过了三宫和四宫 而五宫复活后再次被淘汰 如果二宫后主动走的是熬犬 而陈辉能够继续征战三宫和四宫的话 或许陈辉的人气会慢慢涨起来 甚至可能冲击成团位 最后本就不该参加哥哥而成为输家的是林志炫 笔者说林志炫是输家这个观点 或许很多观众和粉丝不同意 因为林志炫是节目中的绝对vocal担当 而且神气一直很高 锁定一个成团位几乎没有悬念 但是林志炫这种级别的歌手 她的竞争对手并不是节目中的其他哥哥 而是她自己 或者准确来说是我是歌手时期的自己 且她本人也说过自己一点也看不懂比赛排名 在出舞台前的采访中 林志炫曾表示自己来哥哥的目的 就是希望能整季节目全开卖 而且也希望给观众呈现甚至超越我是歌手时期的自己 但可惜的是 哥哥这档节目更注重的是舞台效果 而不是音乐效果 甚至节目中的很多选曲并不适合林志炫 且还要迁就非专业歌手的key 或者换一个角度来讲 希望在哥哥中看到林志炫 拿出顶级音乐盛宴的观众和粉丝们 你们真的看到了吗 我才并没有 还不如去看曾经的我是歌手 所以说 尽管林志炫顺利晋级了成团业 但其实这根本不是林志炫的所求所想 笔者甚至觉得她是后悔参加哥哥这档节目的 她其实选错了节目 更适合她的是同样正在热播的《我们的歌三》 和自己相比 林志炫其实也是哥哥这档节目的输家 合作者说 safe 请对juk明众订阅 ===ל米减当时 监利都可以睡觉 醒来不过来的声音乐盛宴